Hello, 大家好, 我是 周中俊昌 多謝 Boss Mind 給我這個機會 和大家分享一些市場的觀察和資訊 今集內容不簡單 大家想聽之前 記得 Like 和 Subscribe Boss Mind 的 Channel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看看, 今集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中美債式倒掛, 有何預兆 下面這幅圖,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圖? 先看看免責聲明 以下的內容不會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和要約 風險大家都要承擔 我一定會盡量去保證 提供一些準確和有營養的內容給大家 看看這個圖, 就是講 兩年期的國債知識率 是中國國債知識率 vs 美國 話說最近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現象 堪稱是金融界的九星連珠 什麼意思呢? 很久很久都不會發生一次的 第一就是什麼呢? 首先中國和美國的貨幣政策 方向是非常之不同 與此同時發生了一件事 這兩個國家的國債 尤其是短期先 有一個知識的倒掛 同時間, 美國的短期和長期的國債 又出現了一個知識的倒掛 聽起來是否既複雜又興奮 接著也是問所未問 嘗試用一些理論和過去的經驗 和大家分析一下 對市場有什麼影響 這幅圖其實不是很久 只不過是說2021年到現在 很明顯看到兩年期的國債 橙色是中國兩年期的國債 藍色是美國 那個差距明顯是收窄了 尤其是去到去年年底開始 這個收窄速度 隨著美國收水的預期升溫 是來得越來越快 最近大概四月之前 美國國債兩年期的收益率 已經升穿了中國國債兩年期的收益率 看了兩年期 一定要看十年期 十年期的情況又如何呢 差一點 其實都是在四月初的時候 差一點升穿 始終十年期都是屬於一個長期的國債 可能是反映通脹多個短期的利率政策 所以暫時還未穿到 但是接下來會不會穿呢 相信機會都是很大的 為什麼說九星連珠、五星連珠 阿祝你說什麼呢 其實如果是過往 我們可以看看圖 可以找到的數據 大概是2007年左右 其實在2008年前後 中國兩年期國債的知識率 其實已經是長期高過美國了 中間有些位置是嘗試高穿 但也沒有穿到的 最近這個升穿了 其實真的 雖然說五星連珠是誇張了些 但其實在過往的歷史真的不多見 而十年期的話 其中間有些位置是穿過的 但是過去這十年來說 其實如果你要數的話 都只不過是這兩次 十多年左右 因為這幅圖是04年 如果是長期這樣穿 或者穿了會有什麼影響呢 接下來呢 我想第一個呢 就是在講資金 因為其實這個債息之間的 一個叫做升穿或者倒掛 在過去不多發生 其實是因為人民幣 處於一個升值 以及美國整體來說 如果你拉長一點 這十年期兩年期的債息 它的方向都是一浪低於一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最主要就是美國的國債債息是下跌的 中國其實你看回 它是保持相對地平穩的 但是現在呢 也有一個叫做寬鬆的口徑 所以 亦都是為何會看到 這個國債的債息倒掛現象 是會持續的 當然 持續的話 其實有些人會問一下 Joe 其實有什麼預示呢 看完這幅圖 可能大家就會明白我想說什麼 上面這個就是 兩國 即是中國的債息 減美國的債息 十年期的 的色差 看到呢 其實如果是向上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債息明顯是高過美國 跟著如果向下 就開始債息收窄了 如果跌破零 就是美國的債息高過中國債息 看到向上的時候 其實下面就是 美元對人民幣 即是一般我們說 六點幾 上到七 這就是我們一般說的人民幣匯率 其實兩者是明顯長期 呈一個反向關係 即是這段時間大概是 06年 去到14年左右 美元對人民幣的貶值 即人民幣的升值 相應來說 其實那個債息的色差是上升的 反過來 這段時間大概就是14年之後 去到19年 整體的債息向下 其實美元對人民幣就上升 即人民幣有個貶值 大家就會很好奇 後面 即靠右手邊黃色的一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發現兩者同時都是下跌 很奇怪 當然 如果你說從理論上來說 資金是會 尤其是在外匯市場 假設資金是可以完全自由流動 其實它是很會去追逐這個色差 改變匯率的 OK 但是由於人民幣 它不是完全自由流動 它也是會有一個官方指導的價格 所以短期之內 其實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再加上這一段其實是什麼原因 看看年份 其實就是2020年到最近的情況 大家都明白了 其實這兩年疫情 其實中國整體的出口 或者很多經濟活動都很強 所以資金的流入多多少少 都是造成人民幣走強的原因 但是呢 隨著現在整體 歐美 或者世界也都reopen 中國慢慢也都會從一個 叫做非常之緊的政策 抗疫政策 去到相對地慢慢和世界接軌 與此同時 大家可以看到些什麼呢 就是那個貨幣供應 其實貨幣供應在過去七年之間 都相對地穩定 在這個空間 就是這個長方形框框的空間 其實就是上落的 整體來說 如果我用M2去計算 這七年間大概是什麼呢 現在剛剛公佈了2022年3月 你數回到2015年3月的話 其實整個M2 中國M2的貨幣供應 是增長了接近一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M2這個貨幣體系 或者貨幣供應量 是多了一倍的人民幣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人民幣供應 或M2供應 是多了一倍的時候 它的匯率 其實是否也會有很大的壓力呢 好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看Boss Mind的朋友 都知道 對不對 剛剛總理李克強 說了會適時降準 即是有券商 即是中信證券 亦都猜不排除會同時減息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說 這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一個大供應量的人民幣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或者是基礎 去令到人民幣的匯率 是回軟的 大家要明白了 即是息差又開始 即是倒掛了 接著美國的貨幣政策又走強 美國它自己本身有一個倒掛 其實呢 種種種種的現象加起來 其實有什麼結果呢 很多人都想問 那真是怎樣呢 這個九星連珠 其實在過去 就不是那麼多一些實際案例 和經驗可以參考的 但是分析一下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應該就是 人民幣的匯率 因為之前呢 看到它最弱的時候 大概就是去到七 但是距離現在大概六點三 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的央行會不會放鬆 那個調控 令到匯率去走近七這個水平呢 我自己覺得呢 機會真的比較大 於是呢 其實簡單一點來說 現在這個現象呢 是利好美元對人民幣的匯價的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你可以買 即是如果有些期貨 大家可以 譬如在港交所 或者一些平台找到的 就是一個叫做 USDCNY或者USDCNH 應該會向上的 另外 如果人民幣相對地貶值的話 其實都利好一些資源類股份 留意這些資源類股份 有一個條件的 就是它需要在國內開彩 生產 野煉等等的公司 而是有一個外銷的 當中有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自行去深入研究一下 譬如紫金 棕櫚等等 另外 人民幣的匯率 即是回落的話 其實對於一些出口股 譬如創科 或者信銷等等 都會有一個利好的作用 畢竟相對外國的消費者來說 是便宜了這些生產成本 另外說了利好 亦都要說回利膽 內房股多外債 就不用說了 而且本身亦都夠慘慘豬 相信這件事短期內 都會令到 或者在這段期間 都會令到內房股 和航空股 這些外債比較重的股份 受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提供 和創作的內容 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 和記得讚好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好嗎 多謝大家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